工作區的部分 因為昨天我預設指揮是放在低疊的 Enjoy這個工作區 所以以後如果說電腦會還原 那我通常會把整個工作區備份回去 為什麼 因為你按一個確定之後 它會自動幫你在低疊建立一個資料夾 叫做Enjoy 低疊底下 一定會有一個Enjoy資料夾 這個資料夾打開來的話 預設就會有一個metadata 就是這個工作區的一些相關的設定檔案 都在這裡 那如果說你有專案的話 它也會幫我們放在這個位置上面 只要你回去的時候 把這個工作這個資料夾 備份到你的隨身碟之後 回家再把它匯到你的這個新的工作區 就可以開始工作 甚至呢 直接怎麼樣呢 直接指定一個 直接指定工作區也可以 直接指定一個工作區也可以 那開起來之後的話 我們就可以看到這個環境 它一定會先是像這樣 歡迎的一個介面 那把歡迎的使用把它關閉之後的話 接下來 就在視窗裡面 設定喜好設定 喜好設定裡面 Enjoy的這個SDK 請指定給它 指定給它在這個位置 因為我把它解在桌面上面 按確定 再把它按套用 等它一下下 會有這兩個 2.1、2.2顯示出來 按確定 確定之後的話呢 接下來我們就可以開始工作了 開始工作 所以第一個 要先把環境建置起來 那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 我們如果考試的時候 其實也是同樣的流程 所以 下午考試環境 應該是可以 各位 會給各位一些時間 把環境設置起來 再來 就利用 開心 建這個 Android Project 去做什麼 做指向 你的 這個專案 所以到時候考試會有 三個資料夾 在C點底下的 MS.csf 所以必須要 手動建立 三個 專案 那原則上 我會比較建議說 一次就三個 專案先建立好 再一題一題的回答 一題一題的回答 當然 如果以 流程 來看的話 當然是到 321會比較 321來做 會比較佔優勢 因為分數比較高 32先做 30分 三分先拿 然後呢 在最後才20分 這就看大家 不過 321 困難度來說的話 通常 第一題會比較 簡單 比較簡單 分數比較高的 我覺得可以先拿 再把後面最後一題 再做完 這不 我想請問是哪一題 就第一題 第一題 密碼是第二題 密碼是第一題 第一題 資料庫那一題是第二題 然後 第三題就是 簡訊 簡訊 所以 流程上 我比較建議是倒過來 321這樣做 不過 就是說到時候把 把這個資料 匯進來 匯進來 那 這